然后我用我们的这个 TVE 来测试一下它的声浪给大家听一下 大家自己看这个萤幕的变化就好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跟你讲 你今天如果是买到 150,000 里面的车子 隔音基本上没有一辆可以看到它 当我们决定要拍这个 Proton H70 小改款的时候呢 我就已经预测到呢 有些人会讲这辆车这样旧了 这么年还要拍 又或者是这辆车很旧了 现在才出这个改款没有诚意 确实啦 这辆车旧是旧了一点啦 可是其实它这一次小改款它的配备啊 还有一些细节部分 其实都有升级啦 然后今天的影片呢 我们也不会只是单纯的做一个试驾分享啦 也会拿来跟一个价位很接近的对手 也就是Tigo 7 Pro 做一个对比 看你应该去选择哪一款车啦 如果你最近也是在纠结这两款车的话 我觉得这期影片应该可以帮到你啦 然后在影片正式开始之前呢 就请大家先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啦 外观设计部分喔 其实这个 S70 也好啊 还是Tigo 7 Pro 多好 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啊 所以我不用去讲太多啊 不过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喔 如果只是单论车头部分喔 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 S70 因为 S70 的整个这个引擎盖加上它这个衍生喔 我觉得肌肉感很足啊 就很好看 完全不会有过时的感觉 虽然这个设计是2019年就有的设计喔 可是车围部分呢 其实我个人还是会比较喜欢Tigo 7 Pro 因为Tigo 7 Pro 有现在流行的这个连贯式尾灯的设计啊 那个就看起来比较fashion一点 所以这个外观设计的部分是见仁见智啊 我只是跟你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喜好 在这个引擎的部分喔 这个2025年小改款的 S70 呢 它只有这个 1.5 公升的 TGDR engine 可以选择啦 也就是那个 S50 一样的三缸引擎 OK 我这边要讲啊 我个人对于三缸引擎我是没有任何的看法的 然后我自己也可以接受三缸引擎 我从来没有讲过三缸引擎不能买 那个谁讲的 你们找它 不要找我啊 然后这几天呢 我开这辆车呢 我自己是有一个感觉啊 就是这辆车呢 可能在某一些情况下 一流讲这个低转速的时候呢 它的抖动会比较明显一点点 就那一下下爆 其实实际上开起来呢 震动感觉并不是太明显 然后这个动力的部分呢 我觉得我也是可以接受的范围 可是咧 我也必须讲啊 如果是跟 TGO 7 Pro 比的话 TGO 7 Pro 的 1.6 TGDR engine呢 动力表现会比这个强很多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喔 194HP 峰值扭力表现可以到 290Nm 而对比一下这一个 这个是 174HP 左右 然后 255Nm 对比一下其实它们的差异还是蛮明显一下的 所以呢 如果你是个人会比较喜欢这一个动力表现的话 TGO 7 Pro 一定是你比较好的选择 而如果你今天只是追求一个比较舒适的驾驶过程 比较smoof的驾驶过程的话 其实还是会比较OK一点的 因为其实 H70 有一个优点 我不懂这个算不算优点啦 虽然讲它采用的是 7速的 DCT 变速箱 可是其实这个变速箱其实换挡的时候还蛮流畅一下 它不像以前我们印象中那种 DCT 就是换牙会错过 它不会 然后它就很smoof 我觉得它甚至有点接近这个 CVT 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可以把 DCT 做成这样子的感觉 其实 是真的不简单的啦 但是如果推背感的话 TGO 7 Pro 真的还是好很多 所以这个就是大家要自己去思考 你要什么东西的地方啦 我平常在路上看到 TGO 7 Pro 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它很小胎 可是这个应该是设计的问题啦 因为刚刚我check了它们的车身尺码 其实 H70 跟 TGO 7 Pro 它们的这个车身尺码都差不多而已 长 宽 高 轴距都不会有太大的差距 所以里面的空间表现实际上也是差不多的 如果是讲我个人的话 如果是空间表现跟乘坐感受 我会比较偏向于 TGO 7 Pro 因为 TGO 7 Pro 它整身 虽然讲它看起来是一辆SUV 可是其实上它的这个驾驶感受还不错的 它会给你一点点驾驶的去 然后它的这个离地高度也不算太高 只有175mm而已 所以整体开起来的感觉 我觉得是比较适合我的 至于这个 Proton X70 它的空间表现其实也不差 可是它可能就是真的有一点点时代感了 就例如讲它前面的两张座椅 做下去的话支撑性没有这样好 可是它的发泡棉是软的 所以如果你身高 或者是你的体型没有像我这样的话 你做下去应该还OK的 可是如果你跟我差不多体型 差不多身高的话 做下去的话 TGO 7 Pro 会比较好一点点 然后呢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呢 这一个 Proton X70 的隔音表现呢 就算是目前呢 它还是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同价位或者是同级最好的那个 就算它今天用了是这个 Continental 的 UC6 轮胎都好 它的隔音表现真的是某大顶 等下我们会用这个 Machine 来试试看给大家知道它的成绩啦 从我第一次拍这个 Proton X10 的时候呢 我就在吐槽它的微箱了 这个微箱我觉得其实以一个 C-Segment 的 SUV 来讲是真的蛮小像 而且它的这个开口力是真的很高 所以叻 你要搬放重物的话会有点困难 然后要塞很多东西的话会有点困难 然后呢 之前就有人反驳我讲 它的这个微箱小是因为它塞了一个 Full Size 的这个 Spare Daya 啦 这样子其实其它的 C-Segment SUV 也是塞了 Full Size 的 Spare Daya 的 它们的微箱也不见得那么小 所以我觉得是缺点的话就要去承认 这个微箱确实是小啦 重点是哦 那个 反驳我的人哦 他讲它是给 Full Size 的 Spare Daya 可是如果你打开这样版的话 其实它不是 Full Size 的 那么如果我们在内装的部分哦 我觉得我要分两个部分来讲 一个是质感 然后一个是设计 质感的部分呢 同样的都是那句话 虽然讲它是一个很老的车了啦 确实是很老啦 可是它的质感部分还是很可以搭的 例如讲这个新的这个灰色的这个LADER 摸下去的质感确实是不错啦 然后整个中控台也是软质塑胶 跟这个新款的Stairing上面的Speaker 也是很好摸 所以质感的部分呢 在这个价位我觉得它会稍微比这个 T-Gore 7 Pro 好一点 可是在设计的部分呢 这个就见仁见智 我个人也是一样啦 我偏向于 T-Gore 7 Pro T-Gore 7 Pro 的这个双联屏设计 其实看起来 是比较 Fashion 一点啦 比较符合时代的趋势 只是我不是很喜欢就是它的那个 冷气的控制面板是一个触控式的面板 所以有时候我在开车的时候要控制 是比较难点 这个 Edge 其实会比较好一点啦 因为它还是保留了尸体按键 然后除此之外哦 就换了一个新的主机 然后我记得这辆车的这个内装第一次曝光的时候 很多人就讲这个主机很 Aftermarket feel 其实是真的蛮 Aftermarket 的 可是哦 因为它凸起来比较面向这个驾驶者的因素哦 所以其实你在开车的时候 你要控制这个主机 是蛮便利一下的 你的手一伸手就碰到了 然后你要控制冷气的话哦 你就把手按下去 然后按 Button 就可以了 其实还蛮轻松的 可是呢 这样子的设计有一个问题就是 今天我在开车的时候 因为这个出屏主机呢 它的位置比较矮一点点 所以如果是我看 CarPlay 的 我看这个Waste 的话哦 我要提头去看 然后它不像 Tico 7 Pro 这样 Tico 7 Pro 是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 所以 基本上我在开车的时候 我稍微转头一点 我就可以看到这个Waste 的内容了 所以两个相比一下的话 我还是觉得 Tico 7 Pro 本身啊 它的这一个设计跟这个人体工学的部分 可能还是会稍微比这个 SX 的好一点点 然后在驾驶坐姿的部分呢 这两车就是一个给你高视野的感觉 它真的很高 所以你看下去的话 你会觉得你的视野高可能会比较有一点点的这个信心啦 然后 Tico 7 Pro 因为它的离地高度只有175mm 它整体是比较偏矮一点点的 我觉得那两车我称它为 Crossover 会比较适合一点 然后驾驶感受的部分 那两车开起来是真的好过 H10 很多 然后 H10 就是一个偏舒适的设定啦 然后接下来就是要讲到大家都很在意的 就是安全配备的部分 其实如果以现在来讲 两辆车的安全配备都差不多 都是有这个 Level 2 的半自动驾驶辅助系统 因为这个 2025 的 Proton X70 升级之后呢 它也增加了这个 Dive Stop & Go 的 ACC 车道维持系统等等等等 所以两者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所以安全配备的部分 它们是搭乘平手的 然后这个也是一个个人偏爱的东西啊 这个氛围灯虽然讲它会变颜色 然后 64 颜色 可是我个人不是很喜欢这种类型的氛围灯 我还是比较喜欢灯条类型的 所以这边的话我还是会选择Tigo 7 Pro 如果今天我们只是讲头部空间 头部空间的话 X70 也好 Tigo 7 Pro 也好 它们都是差不多的 它们主要的差异就是在这个椅子上面的舒适度啦 然后这个椅子的部分哦 X70 它是后面也是有这个 灰色的 Napa Leather 质感真的是不错 然后还有这个通风孔的设计 然后重点是它的发泡棉 其实也比较软一点点 所以如果做长途的话 这个Proton X70的后座就不错 比起前座我觉得还要舒服很多 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在这个Android Auto Apple CarPlay的部分哦 这个Tigo 7 Pro 也是稍微好一点点 因为Tigo 7 Pro 有这个无线的Apple CarPlay 有线的Android Auto 可是目前为止啦这个Proton X70只有无线跟有线的Apple CarPlay Android Auto 都是暂时没有的 所以连接性的部分 Tigo 7 Pro 也是稍微深一点点啦 这样子看起来你好像是不是觉得都是Tigo 7 Pro 在深? OK 现在就是我们来试驾这个2025的Proton X70啦 其实这辆车我从以前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一直到现在我对它的评价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这个是一辆很舒服的车 但是不是一辆操控好的车子 因为其实我们买车还是要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东西啊 就好像这个Proton X70 如果见它主打的是还有舒适度的话 我去要求它的操控表现好就很过分啦 然后这辆车其实就是它可能是比较接近是我们印象中以前的那一种 XUV 就是它的车身比较高 离地高度也比较高 所以做起来你跑快的时候哦 你会觉得它会有一点点的摇晃就一点点罢了 Overall 来讲它的稳定度是可以的 就好像这几年我驾的时候我的时速 110 120 这样其实跑起来我觉得 这个稳定度我还是可以接受的啦 然后我会很喜欢它的这个悬吊 悬吊是够软 可是就是可能有时候在一些弯道的时候啊 就例如讲你从highway你出来的话 那个圆圈 就会让你感觉的 这个车的这个侧情会很明显 所以导致讲你过弯不会很有信心啦 这个就是我觉得它对比T-GO 7 Pro 最大的差异啦 T-GO 7 Pro 虽然讲也是一辆C-segment SUV 可是在我过弯的时候 它给到我的这个信心就比较好 然后除此之外呢 这辆车有点我也是必须要称赞的 就是它的隔音表现啦 OK 现在我们就来一个测试啦 就是我维持时速80多这样子 然后我用我们的这个 DVE 来测试一下它的声浪给大家听一下 大家自己看这个荧幕的变化就好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跟你讲 你今天如果是买到150,000 里面的车子 隔音基本上没有一辆可以看到它 除了 EV 可能 EV 可能都未必会赢它老实话 所以这辆车最大的卖点还是它的这个底盘隔音 然后其实之前呢我在中国就有看过这个博越库 也就是第2代的博越啦 当然马来西亚很多的消费者讲 中国卖了第2代我们还在卖第1代 这个事实没有办法去改变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啦 就是它们在中国卖到很太便宜了 所以很多的细节上面呢 对比现在我们卖这个Proton X10 呢 都有所退步 当然设计是好看的 设计真的是很时尚 可是问题就是它的质感啊它的用料啊然后它的这个组装啊 所以比这一个Proton X10 呢其实是比不上的 这一点是真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回我之前那个关于博越Pro的影片 我也是有讲到这一点 所以我觉得咧这辆车 它们可能 不想去 做All New 第一点是成本 然后第2点是因为它的这一个 All New 之后可能就维持不了这样的Quality 这个是我自己猜测啦 但是咧这辆车 还是有它的可取之处的就是 就像我讲的它够舒服咯够安静咯 这一点我觉得就是大部分马来西亚人都要的东西了啦 然后至于在油耗的部分 这个1.5TGDi 的 engine呢油耗确实不低啦 我这样子加的话平均油耗大概是在 10L per 100km 左右 当然我的脚是比较重一点点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油耗表现 配这个1.6L 的车 嗯是勉强可以接受范围的 至于你接不接受那个就看你自己怎么去看啦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在这个动力表现部分 动力够不够用 我可以很老实话跟你讲 这个动力如果真的去跟Tigo 7 Pro 比喻 它是输的 但是实际上开起来它也不会到没有力 当然很多人会讲 1.6L 的车配这个1.5TB 会不会 不好啊还是什么啊 就是我觉得OK的 尤其是它在起步的部分 它起步的部分它的这个轻快程度呢 是稍微略微比起这个Tigo 7 Pro 好一点点的 但就是在0-40这样子的速度啦 可是40过后就Tigo 7 Pro 会比较快 所以这辆车如果你是时常在市区驾驶的话 你不会感受到它会有中坡等等等等 然后在高速公路超车的时候 其实这个动力储备 也还算OK 所以整体来讲的话 我觉得这辆车的动力给我是OK的 因为大家也知道其实我对动力的要求也算是蛮高一下的啦 所以这辆车的动力给我我觉得是 及格的分数啦 当然就像我讲的你要操控 你要更好的动力 去Tigo 7 Pro 然后你只是要舒适你要安静的话就是Proton的S70 然后 如果是Overall来讲 包括它的这个隔音 包括它的动力 包括它的舒适性 包括它的这个操控表现等等等等 整体的话满分十分我会给到它7分左右啦 OK 这个就是一个简短的试驾啦 因为之前也试驾过太多次了 其实这个Tigo 7 Pro跟S70要怎样选很简单而已 今天如果你是一个在意动力跟在意这个操控表现的人的话呢 我会建议你去这个Tigo 7 Pro 因为这两个方面呢Tigo 7 Pro确实是会好点 但是如果今天你在意的是这个舒适性还有格音表现的话 那么S70其实它还是这个价位里面表现不错的车款 其实咧 很多朋友就讲 这个Proton在卖这老款车啦 其实这个也是事实啦 这个没有办法否认的事情 可是其实你看回马来西亚市场啦 大部分的中国品牌呢 他们在马来西亚卖这个车款呢 在中国已经有新款了了 这个是一个没有办法逼你们的事情 今天Proton会遇到 以后呢其他的中国品牌也是会遇到啦 所以这个就看消费者自己的接受程度到哪里 不过呢你给我的话 我个人是prefer买新不买旧 就是讲了如果有差不多一样价位的东西的话 我个人会prefer go for 新款而不是旧款 这个Tigo 10呢其实它整体的改进很多一下 所以我开起来呢或者是我这几天我载我朋友出门呢 他们给的这一个 呃 看法都比较正面一点点啦 所以如果建议是很想买这款车的朋友 可是你在意什么三缸引擎抖动啦 然后这款车很老的话啦 我建议你自己去看车 然后去看一下它的competitor 这样你心里就会有个答案 其实买车咧真的是没有对错的 主要是买到你自己喜欢的车而已 你喜欢买Tigo 7 Pro就买Tigo 7 Pro 你喜欢买AXS就买AXS 没有人可以control你的决定 所以最重要的是自己要去试车啦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这期影片的内容 简直是一个简短的试驾影片啦 因为这辆车我们之前也做过很多次影片了 所以希望可以帮助到正在考虑这款车的朋友 所以最后呢我要补充一下呢 这辆车在2024年9月份呢 卖出了1600多辆 是C-Segment SUV的冠军 所以证明了这个改款还是可以吸引到一些消费者的啦 那么有什么看法你也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啦 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为止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